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给电话3打电话 那么好了 他就知道 因为基站1上面没有电话3 好了 这个基站就向服务器反应 服务器就告诉他 你这个地方是在基站2上面 基站2又找到了这个电话3 好了 此时这个链路走完了 好 那么永远就是保持着这个链路去走 啊 原本的电话是电话1基站2基站1服务器 基站2电话3啊 所以说经过了这两步啊 哎 一个是 啊 是iphone1到iphone2 啊 他经过了啊 经过了一个鸡蛋1啊 就是iphone他链路是这样的iphone1到基站1 基站1啊 然后到iphone2 好 那么是1到3 iphone3 经过了这么一个链路是不走啊 iphone1到基站1 1 然后到这个服务器 然后再到基站2 啊 然后到iphone3 他其实经过了这么一个 啊 经过这么一系列的过程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什么还分为市区通话 对不对 有本市的打电话都是免费的 你出了市以后都都是需要收 又收卖用费的对吧 啊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个原因啊 就是你跨基站了 跨基站了也需要收一道手机费 建制基站要钱的 对不对 ok 啊 就是一个信号塔 ok 好 那么这个地方tcp啊 总共就是寻止一次 你记住了 寻止一次啊 好 那么这个过程 怎么样建立得起来的呢 它是要经过三次握手 sj 建立链接 就这两个东西 我们虽然说 这个找链路是这样找的 那么怎么样建立链接呢 建立链接 建立链接过程啊 对吧 你的电话一怎么就找到电话二了呢 ok 它怎么样找呢 哎呀 在这儿 哎 我的第一个电话发起一个通知 哎 告诉服务器 哎 我要连送 这连到这个啊 连到某个链站上面去 好了 这个链站 就会发出一个应答 我接收到了 我接收到你的请求了 好 那么这个东西 它又 哎 这个这个这个电话 这儿又发出一个请求过去 哎 我已知道 你已接收答案了 啊 就是我已确定了 你啊 这个啊 我跟 能跟你连接了 啊 就是你 我先发个刺探消息过来 对吧 刺探消息过去 啊 就跟这个 啊 咱们这个习近平要访问这个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是经常发的导弹 就把航给干下来了 对不对 啊 你说你 你们俩这个怎么 那习近平要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首先 你是把大使馆 得向俄罗斯 驻 驻 驻这个驻中大使馆去发送一个消息 哎 告诉他 哎 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某某某某某一天 哎 要经过什么哪个上空 要去你们俄罗斯访问 好了 俄罗斯接收到了以后 这个请求了以后 哎 告诉他 好 那一天我导弹关闭 啊 不得 我不对你发射 对不对 OK 允许你通过 对吧 好 到了 到了那一天以后 哎 这个习近平就坐了这个飞机就过去了 对吧 是不是啊 先先这个提前告知别人一下 对不对 啊 其实这个过程也一样的 对啊 战斗民族就是强对吧 那不然 不然他一个导弹就把他下来 马航那那那那事件 好像应该说小段消息 都是俄罗斯的导弹下的 干下来的 啊 还有 还有好几次啊 还有好几次好像是 上次还有一次了 这个俄罗斯 有一个坠机 啊 也是俄罗斯这个导弹干下来的 他那个导弹 随便发的 不是随便发的 那肯定就是要先锁定 要请求是吧 他一样 你为你为了 比如说那个核弹 那随便就发了吗 肯定不是 他们为啥要发的 对吧 玩的 咱们玩的 他就 不是高演习 他就是 应该上面有有重要的人吧 OK 有有重要的人物 所以说要把他干下来 啊 可以坐飞机了 那以后咱们都很危险啊 先上飞机 对 对 对 你先看一下你身边有什么像 石落灯这样的 一不小心就把他干下来 啊 好 好 啊 那么好了 这个是表示链接过程啊 我怎么样跟你建立链接 啊 啊 好 然后再看到我们怎么断开呢 哎 其实也是要一样的 断开过程 断开过程 我们叫做四次挥手 挥手 啊 叫三次握手 四次挥手 啊 所以你就知道 TCP跟这个东西建立链接的时候 听服务器建立链接的时候 他要经过三次握手 啊 然后这个断开的过程 要经过四次 怎么来试试呢 第一次这个应用程序 告诉这个服务器 哎 我要跟你断开了 哎 咱们俩要断开链接了 啊 好 服务器接收到 好 服务器回答 回答一条消息 我接收到你断开的请求 但是此时刻 我还不能断开 就比如说中间 他还有任务在在传输 传到一半的路上 对不对 还有一半的东西 还有东西没穿完 好 他不马上关闭 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比如说我系统还来不及 关闭一道东西 好了 过一会儿 过一会儿 发现所有东西都处理完了 好了 我现在就可以断开了 他就又向客户端 发送一个东西 我服务器确认已经关闭了 啊 不忙了情况下了 好了 现在我把你的这个链接 咱俩的链接 这个这个线断开了 好 服务器 这个客户端呀 收到这个这个确认消息了以后 又又返回来给服务器一个 好 咱俩可以彻底拜拜了 那 你就想跟这个这个情侣分手一样 对不对 对 情侣分手一样 对吧 哎 这个分手的时候 哎 首先你得罢了什么 这么我买东西还给我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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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打个包 对啊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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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说好你等一下我给你把你的东西给收拾一下打个包啊 好打完包了后好你到楼下等着确定了啊咱俩就分手了啊好这个女朋友收到这个信息了以后把东西搬走拜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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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彻底拜拜了对吧啊啊情侣分手都怎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对吧 嗯嗯嗯嗯嗯啊啊但是啊但是啊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要遇到一个好的这个这个这个个儿啊 就千万别这个抓住了啊有时候男人这个 Daten 这个脸皮稍微厚一点还是可以挽留的 其实女人知道什么找你什么要东西啊那都是测借口 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吧 好 好我们再看到UDP 女生一般都比较被动一点 所以说男生你就主动一点 如果确实他想找你什么要东西 其实不是 找你借口给你见个面 能不能挽留一下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要聪明的 情商高一点的 是不是 就可以挽留回来 好 那我们再看到UDP 刚才讲的是TGP UDP UDP他发送消息的时候是怎么样 好 这个 好 这个东西要给我们的 比如说这个也是我们的iPhone1 好 这个是我们的鸡蛋 那你 好 这个是iPhone2 好 UDP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发短性的一个过程 发短性 TCP 你就可以把理解成一个打电话的过程 TCP 打电话 它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好 那么TGP UDP就是发短性的过程 那么我们再想一想 是不是经常我发送消息的时候 会发现 这个 这个我发送一个消息过去 后面 对方 或者说发送两个消息 发现位置会颠倒 我前面发送的消息后到 后发送的消息前到 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们会发现 是不是经常会这样 它因为发生堵塞了 就是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东西要给它发送 发送消息的时候 iPhone1 要给iPhone2发送消息 好 那么它就找到这个链路 发现这个链路是通的 此时第一个消息发送出去了 它也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发送短信的时候 是每发送一次 寻止一次 寻止一次 每发送一次 寻止一次 好了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基站比较繁忙 其实这个基站繁忙 有很多电话 此时时刻正在打电话 发展信 它上面占了很多人 那么而且一个电话 一个这个iPhone 不仅仅是跟一个基站相连 一般跟附近的三个基站都会相连 附近的是因为三角DDI 一般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手机处在三个基站 正中间的时候 它信号是最好的 如果你处在某一个基站 一般的这个基站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基站 比如说一般一般这样的 这个手 对啊 这个基站应该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是这个基站3 好 那么这个手 这个iPhone上 这个iPhone2 就有可能会处 同时处在 同时处在这个三个基站上面 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三角 就是蜂窝三角 三角定律 一般就是这样的 它会出在这个基站上 除非你火背 点背啊 你点背 你比如说你这个手机就出在这个基站上面 这个附近就一个基站 那你就点背 你这个信号就比较弱 就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发送短信的时候 发送短信的时候 iPhone1给iPhone2发动 比如第一次发送的时候 是这条链路 好 我第二次发现发送的时候 这条链路堵了 堵塞了 比如说 那么它会找到 找到另外一条链路 比如说从2发送过去 比如说 它这个手机也出在iPhone 这个基站2上面 或者说 要经过一次服务器 我发现这个链路引堵了 它下一次就会先通过基站 然后再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服务器 好 这个服务器呢 就找到这个基站 经过这么一个故事 经过转一圈过来 再发送到你的手机方向上 那么有可能 比如说你发动第一条数据的时候 我找到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链路不堵 我就接着又发 它又找着这个链路 发动一半的时候 寻止到一半的时候 堵了 好了 你这时候 然后假如再发送一条消息 这个东西 它又会找一个新的 新的地址 从这到这到这 虽然你同时在 再给一个人发 但是它有可能会寻止N多次 所以说就有可能会导致你后发的消息前到 前面发动的消息后到 就这个原因 中间发动了一半的时候 他会发现有些东西路径堵塞了 就是如果是处在 如果是特别是在 我记得是特别是在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在这湖北上大学 那边有一个叫做江汉步行街 江汉步行街 就江汉路上面有步行街 那步行街那条那条街上面 经常是圣诞节应该就是昨天 昨天应该就会发生 那条街上面全部卖的就是那种运动品牌的衣服 到了到了晚圣诞节那天 基本上会打折 基本上都会打 甚至赖克阿迪就会打一折 对打一折 不是假货 是真的 是真的 他们 他们卖的 他们到一折 卖什么东西呢 是卖的是 说是网年的产品 网年的产品 所以说大学生嘛 没钱就是 又喜欢浪漫 对不对 那天晚上基本上都会去 拥向那条 拥向那条街 所以 那条街上的信号 只要你去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手机 虽然看到信号挺好 发什么短期发什么不出去 因为 因为这个鸡蛋太繁忙了 承载了 起码有 这个几十万的大学生 都在那条街上 人爱人人爱人 也挺热闹的 每个人还头上戴个牛角 挺热闹的 经常的会 经常的会 我们会 我们就等 比如说我看中了这个衣服以后 我就怕它收起来 就到了凌晨一点的时候 凌晨就十二点的时候 它就会打着 一般会打一张 那么有些人就把买的衣服给藏好 先拿着 他拿着自己的手里面 等到一点的时候 马上去结账 经常会这样搞 所以说 所以说那条街上面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堵塞 有我此类经历的 肯定就能感受到 经常会发现你的信号非常好 但是发送转型就发送不出去 打电话都会 那么怎么办 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 经常会开两个发射车过去 移动发射车 就将此支援一下 支援一下那两个鸡蛋 鸡蛋是太繁忙了 经常有 OK 所以说这个UDP的 这个寻止过程 你就记住了 它就是发展性的过程 每发送一次 寻止一次 每发送一次 那么这就是传送的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传送层的传送协议 它怎么样将消息给发送出去的 就是分为两种 分为两种 那么TCP就是连接了以后 跟服务器连接了以后 不再断开了 我们俩永远就走 不管我跟你发送什么东西 永远走这条路 直到咱俩断开 我重新再连接 有可能就重新 选择一条路 然后咱俩再发送东西 就跟咱们这个 或者你开始扮你 像水龙头一样 这个水龙头 家里面的水龙头 怎么样 我这个比如说 我们这个教室里面水龙头 要跟千锋的前台的水龙头 连接起来 一连接好了以后 这个水龙头永远 就按照这条流线去流 不断开了 比如说突图 有一天改造了 我要从其他个教室接过来 我这个堵塞了 我要从其他教室 接一个水龙头过来 然后这个线路又重新 转成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TCP只会寻找一次 然后永远就发送消息 发生任何消息 永远走这条路 UDP就是 你每发送一次消息 我就去找一次消息 看哪个路径 哪个路径 哪个路径不繁忙 那么我就会找那个路径 有可能路径一样 有可能路径不一样 所以说它是 那么这样会导致 它的发送顺序是不确定的 是有一个 有这样的问题 就发送顺序 发送消息的顺序 不确定 会导致这个原因 TCP发送的消息 消息是不是永远是一定的 先到 先发先得 先到 发送消息顺序 一定 那么这个发送消息 不一定 所以说就要根据你 确定的需求 确定需求 去选择 哪一种 就比如说我们在 其实老师这个广播这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这个用的VPN 其实就应该用UDP去发送了 因为局域网内掉线 就通过这个路由器 就我们的交换机 只通过了这个交换机发送一次 它的顺序一般不会变 UDP速度也快 它不要经过什么三次握手 四次挥手 直接往里面发就行了 那么TCP就像那种做MROPG的 你不能说这个 我这个按一个大招下去了 这个突然中断了 对方没死 对不对 对方把你打死了 而且你没把对方打死 同时按的 别人的手机快 就把你打 不是这样的 你发送消息只要 只要发送对了 服务器先接到谁的 那么另外对方就挂了 一般这样的 OK 11点了 我们休息一下吧